這是我們台中心的方法 當然一定要 停水 電有了 電來了是不是 好 我也注意到停水問題 我一下飛機也沒有進水 深蹲放軟 第一次以隔盔身分視察台東 林全仔細聆聽 百姓痛苦的呼喊 我剛剛了解 不管是水電 或者說是龍筍 還有這個街道的整室 我們來這邊 就是希望能夠盡快了解 盡快來自處理 高達6億2663萬的龍筍 林全大手一揮 最初限處置 撥款3億元 撫平居民被中央遺棄的怨怒感 民進黨也透過蔡英文的名義 捐款50萬 不過蔡總統卻似乎沒打算 風災後第一時間到台東來看一看 9號中午 蔡總統也在臉書 PO出了幾張台東現場的照片 除了凌晨視察 還有街道滿目窗移的畫面 附上一句 全力協助台東人重建家園 有態度卻不一定有溫度 過去馬英九在災後 不管是天災之後 不管是地震也好 或者是颱風之後 他大概都有機會去實際操作 了解狀況 這也會讓後續行政院 在撥行政資源的同時 會有更多的空間來去做處理 其實蔡總統在臉書上發文 表示他縱視台東 但是禮拜六的時間 他仍在台北 我們更覺得 他應該展現高度的行動力 畢竟這次他上任之後 第一次最大的一個颱風 上任後第一個強台災情 蔡總統選擇在臉書看災 或許比起建災民 有更重要的國家大事 必須讓總統留在台北處理 紀錄黃明君 張有線SNG小組台報導 這次拜託 幾評neten 3 ehkä 都是 5小組 對 是 都是 cks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